那我们看一下主题七 总统的地位跟选任 好 各位总统很重要 我们总统是有实权的 各位总统有实权 我们在宪法争论条第二条第四项 总统享有国家安全的大政方针决定权 所以我们可以设国安会跟国安局 所以各位国安会是行政机关 国安局是行政机关所属的下级机关 国安局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国安会跟国安局的相关的组织法规 所以记得国安局是放在国安会下面 那国考可以考的就是说 那请问国家安全会议谁要出席 不过这个不是我们重点 你自己去查 因为这个我觉得考的有点偏了 好 所以记得总统在宪法的职权范围内 例如外交权大政方针决定权 我们都是最高行政首长之一 所以各位我们行政首长有几个呢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总统一个是行政院院长 OK好 以上 来 再来第二个 总统副总统的选任 各位我们基本上次才联名登记 记得一个政党只能推荐一组 那如果呢 你要联合 如果你要联合推荐的话 两个政党联合推荐的话 那你就共推一组 OK好 那基本上我们的细节 你不能撤回登记 而且你还要缴保证金 1500万 好 那各位 那1500万的话呢 来 你有个问题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五档级怎么办 好 各位五档级的话 你要经过联署 好 那你要先缴一笔 100万元的保证金 那你要缴保证金的话呢 基本上缴保证金 你要经过联署 你要得到联署比例通过之后 才能进入到第二关 所以各位你就记得 小党 很小的党 没有超过 没有过去没有得票超过5%的党 你要来参加总统 可以啊 你就联署啊 然后联署再过第二关 再缴1500万了 所以这个压力非常大 所以像宋楚瑜他们之前 之前我们的那个宋审长 基本上宋楚瑜 清明党的宋楚瑜 他基本上就是透过联署这一关 为什么 因为清明党 基本上已经接近泡沫化了 好 以上了 那这个保证金制度有没有违宪呢 大法官四字468 你可以看468的解释 大法官说没有 这是为什么呢 避免你任意参选 所以没有违反平等权 没有违反平等权 所以答案就是C选项 好 以上 那你看第二题 总统行使核种职权 不用经过行政院汇决 大政方针 合理吗 为什么 因为总统这是他的实权 我本来就不用 我本来就不用丢到行政院汇决 所以你可以看宪法58条 去看一下就知道这个内容了 好 以上了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主题8 总统的弹劾跟罢免 总统的弹劾跟罢免 好 各位 一个观念 弹劾我们就怎么记 弹劾是法律责任 罢免是政治责任 那政治责任理由很多 我看你不爽 我觉得你败坏 我觉得你私德不佳 各位 例如说 总统搞出了闺蜜门 什么婚外情等等的 然后这个东西 都不会到你必须被弹劾 可是不好看嘛 那我们可以罢免你 像那个柯林顿 柯林顿 柯林顿那种 跟他的一些婚外情案件 好 那基本上呢 弹劾的话就是呢 你可能有到违法的程度 所以你就记得 既然弹劾是法律责任 要给谁判 给法院判啊 我们不可能给立法院判嘛 对不对 所以弹劾就是 由立法院提出来之后呢 送 宪法法庭 做司法判决 OK好 好 各位 那你在弹劾部分 来这边有个 有一个小细节 因为我在二这边 来我们助系上去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在弹劾这边呢 你要把 自己写起来 弹劾跟罢免有个最大差别 就是提案人数 这个小细节很重要 弹劾的提案人数是全体立法委员 二分之一 OK好 可是罢免是四分之一 有没有 就插这边 插这边 所以你帮我注意一下 如果是弹劾的话 是全体二分之一提出 为什么 各位二分之一 显然门槛比四分之一高 所以呢 就代表就是 弹劾这件事情 比较慎重 OK好 好 各位 罢免案的话呢 目前中华民国宪政史上没有这个成功案例 没有这个总统副总统罢免成功案例 好 你看下面的信号 这个总统副总统的罢免票要分别 各位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线索 就是呢 副总统也可以单独被罢免的哦 但立法院移送的罢免案 同案罢免总统副总统时 罢免票要可以把总统副总统同列印一起 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呢可以从这个这个得出一个概念就是 总统副总统是可以 同时被罢免的 同时或分别被罢免的这样子 好 这个小细节注意一下 那罢免成立的效果是什么呢 通过之后呢 请你走人 就是解除职务 而且呢 再来再来 四年内 因为罢免要重选嘛 那你请你四年内 不能再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这样子 好 来 那罢免宣告成立后辞职者一同 就是罢免案成立之后呢 你辞职 对不起 一样 都一样 你不能说哦 诶我先跳开了 你打我啊 你不行 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们我们我们的修 我们的制限者很聪明 知道你在想什么 OK好 好 以上啦 那否决的话呢 对不起 你在任期之内 不得对他在做罢免案的提议 任期之内就不能再做罢免了 好 以上啦 好的 那弹劾的话呢 我们是交给大法官组成 宪法法庭 各位那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去看宪法诉讼法 你们去翻阅一下 在宪法诉讼法里面就有相关程序 那我提醒你一个点就是 宪法诉讼法里面有两件事要经过延迟辩论 一个是政党为宪解散 一个是这个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案 所以呢 我们在宪法诉讼法里面 这两个部分呢 就请你 请你 要要开延迟辩论庭 延迟辩论庭 那当然总统就可以找律师啊 进行答辩等等 好 以上啦 好吧 那这边就结束 这边就结束 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比例 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投票比例 投票比例 好 像这个第二题有没有 这错哪里 这是三分之二啦 三分之二 第九个 总统的机密特权跟刑事豁免权 好 这个也是国家考试超级热门的 超级热门的部分 各位这个 这个机密特权呢 好 这个机密特权规定在44627 这个就是阿扁的案子啊 好 那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机密特权啊 呃 基本上是总统的最 基于总统最高行政首长的固有权 所以他关于国 国家安全 国防外交资讯 他告诉你说哦 如果今天这件事情会妨碍国家公共利益的话 那总统就保密义务合理吧 对不对 所以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 诶 机密特权总统怎么样呢 有决定不公开的权利 我们有决定不公开权利 这个就是我们总统的机密特权 好 总统的机密特权了解 好 以上啦 那基本上呢 这个机密特权呢 来有三个内涵 第一个 就国家机密事项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呢 享有拒绝政言权 也就是说呢 今天如果调查到总统的案件 涉及到机密的话 总统可以跟检察官跟法院说呢 对不起 我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国家机密 我不 我不能 我不能透露 我不能说明 好 第二个 就拒绝呢 可以提交相关证物 第三个 有没有妨碍国家利益呢 要有总统市民之 各位是市民不是证明哦 因为市民是一个比较低门槛的新政 证明大概要到百分之八九十 可是市民不用 所以市民是一个比较低门槛的新政 好 以上啦 然后我们看六二七号解释 那这个六二七号解释呢 就是我们刚刚的 其实我刚上面就是这个六二七号解释的整理啦 那我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到这边 基本上呢 如果总统没有提出市民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要求你强制处分 要求你拿出来 那总统对于这些强制处分或裁定的法院 因为处分是检察官做的 裁定是法院做的 所以我们可以提出所谓的异议跟抗告 OK 好 所以各位那这个 好 所以这个异议呢 是针对检察官的行为 抗告是针对法院的裁定 那这个异议跟抗告的话 我们高等法院跟分院呢 会组成特别合议庭 去做审理 去做审理 那如果总统有做合理的市民的话呢 来相关法院跟检察官要给予尊重 要给予尊重 OK 好 来往下看 那总统陈述相关证言呢 到底有没有妨碍国家安全呢 要由承办检察官跟审判庭 以保密程序 各位这个保密程序指的就是 抱歉这个案件是不公开的 所以我们就保密了 好 再来 总统的陈述证言跟相关证诺呢 纵使经保密程序呢 好 来 检察官呢 纵使经过保密程序 如果检察官拿出来作为 不起诉或起诉的 的这个依据的话 对不起 我们还是认为有妨碍国家之余 所以简单讲的是你不能用 你不能用 各位你起诉跟不起诉都要 起诉不起诉 有罪跟无罪都需要理由 那你的理由 如果会用到这些机密程序的 机密内容的话 基本上我会认为 可能还是会导致危害国家安全之余 这样可以啦 好 以上 那这个机密特权呢 又可以衍生出第二个就是呢 来 宪法第52条 我们叫做 暂时性的程序障碍的 刑事豁免权 各位 总统享有刑事豁免权 不过这边有个细节 这个刑事豁免权 记得只有总统有 副总统没有 因为这是基于总统这个职位的特殊性所设置的 而且呢 还有一个重点 他不能事先抛弃 也就是说总统不能 你不能像那个什么 我们某位那个 韩 我们某位韩总统候选人 在上台前说 如果我贪污 我志愿被关到死 我放弃刑事豁免权 各位不要讲这种笑死人的话 各位刑事豁免权 不是基于你个人的 你要放弃都不行 你要抛弃都不行 你不能事前抛弃 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 你可以配合调查 但你不能事前抛弃 你可以说 我基于尊重司法 我配合调查 那但是你不能说 我不要行使 这个没办法 好 所以但总统可以志愿配合 那第一个的话呢 你看哦 不急于因为他人刑事案件 对总统所为的证据调查 跟证据保全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各位 这个刑事豁免权 是针对总统的 个人案件设计的 不是他人的刑事案件 所以各位如果是我举个例子 如果是总统府秘书长设摊 那总统还是要去做相关的这个证人的义务 或者甚至呢 你还要去 我举个例子 秘书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文件放在总统府办公 总统的办公室的柜子里 有可能啊 那检察官要不要收 要啊 要收啊 所以我们还是会有相关的证据保全 跟调查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第二个 所以总统也不给予总统为他的刑事案件 作为证人的义务哦 也不给予 也不给予 所以换言之 就是总统要当别人案件的证人 总统呢 他呢 如果他的家里或者是办公室 涉及到别人案件的证据 那你要接受调查 OK 好 以上啊 来627号解释 627号解释 你没有讲到这样子 好啊 不过呢 你就记得一件事 你虽然要调查要保全证据 但是你要有个底线 就是呢 你不能去给人家总统收身 你不要说我要抓总统去 剪头发强制抽血 这种 这种都不行 这种都不行 所以呢 具体啊 搜索 勘验啊 鉴定啊 这个你都不用想了 这个你都不行 搞不好 OK 好 往下看下一段 那总统的刑事或免权 有没有 也不急于他的刑事案件 就是说换句话说呢 我可以传总统去当证人 不过你在训问他的时候呢 因为总统 日理万机 所以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要 你要让他 简便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说 你直接干嘛呢 我们可以用视讯方式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好 视讯方式是 是可以接受的 OK好 以上啦 好的 那这边就结束 所以这个 这个很常考 这个两个机密特权 跟刑事豁免权 来记得机密特权 是基于总统的这个 国安大政方针决定权 所衍生出来的 这是为了国家利益 所以他当然有 所以是固有权限 固有权限 好 以上 往下看 好 第十个 总统的 总统的任命权 总统的任命权 那这个总统的任命权的话 这个也关键 其实有点讲废话 因为我选的每个 当然都是关键 所以也不用再强调了 好 这个任命权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 我们宪法中有一些 是不适合 全民直选 但是要由总统去挑的 那什么呢 来就是这个总统的 这个有关于宪法 一些重要职位的任命 来例如司法院 考试院跟监察院 那基本上这三个院 我们就会设计 这个提名程序 那简单讲是 由总统提名 经过立法院同意 经过立法院同意 那这个同意的话 基本上就是秘密投票 就是秘密投票 好 那我跟各位讲 有哪些要呢 来司法院院长 副院长 大法官 考试院长 副院长 考试委员 好 第三个 监察院院长 副院长 监察委员 好 审计部 审计部的审计长 那很多人最容易忽略 就是这个啦 审计部的审计长 审计部的审计长 这个很容易忽略掉 好 第二个 宪法第41条 总统依法任免 这个总统依法任免 这个文武官员 任免文武官员 这个记得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只是基于 总统仪式性的地位 仪式性的地位 那我再提醒一次 这个一跟一的部分 这边都不用经过附属 刚刚有讲过 对不对 OK 好 那我顺便提醒小细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忽略 不用讲了 这个考试院的 考试监察 考试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来记得 没有兼任监察委员 那司法院的大法官 会兼任院长跟副院长 然后监察院 监察委员呢 会兼任 那个监察院的院长跟副院长 OK 好 所以呢 你就记得 国考里面你最容易错 绝对是在考试院 因为考试院院长 副院长委员 还有那个任期 基本上在征修条文 你都看不到 基本上你在征修条文 你都看不到 OK 好 所以记得 他们的任期啊 还有他们的人数 你都看不到 好 以上呢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